司马迁把旁娟之真描写得简明恶药 但是基本框架达成了 这样一来就会后世的文学创作 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所以孙病旁娟的老师是鬼谷子 很多故事都是从明朝的冯孟隆的 历史演绎小说《东周列国志》里产生的 当然他写得非常细致 也能够吸引人 但这不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意 这师兄弟两个是旁娟先出道的 他出道就到了魏国 在魏惠王的手下很得重用 但是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咱还得把师兄孙病给请出来 那个时候还不叫孙病 那是受刑之后就像左丘明一样 眼睛瞎了以后叫左丘明 这样把名字叫下来 把孙病取下来 他出于这样的几种考虑 第一 孙病始终是要出山的 他出山会到哪个国家 咱不可预测 那么到了哪个国家 我旁娟都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就不如把他招到魏国来 免得在外边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是一 第二 孙病的老子您智慧多 他的军事才能绝对在我之上 现在弄到我身边 我可以利用他的智慧 利用他的才能 让他为我出谋划策 那么我就可以建功立业 利用孙病 这是出于第二种考虑 第三 还可以让孙病写书 写兵书 写书写起来 我自然会有办法 作为我旁娟的兵书 去流传于世 七十道明 出于这么样的三种考虑 大将军旁娟招来这边一个同窗